大家好我是錯別字 上一次郭老師提到說就是在拜拜的時候拜好兄弟的時候 你不要人家吃到一半就把東西收走 但是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因為我還沒講 有時候我們在家裡普通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可以拜我們像旺旺先輩的一些食物啊 或是拜一些東西啊 但是拜的位置在哪邊 這個也很重要喔 如果你拜錯的話 原本求平安可能會變得很熱鬧喔 接下來我們請三龍法師告訴你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三龍法師 農曆七月將至啊 在此祝福各位平安喜樂 記得按讚訂閱錯別字喔 那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在農曆七月份的時候撞鬼 如何在農曆七月的時候撞鬼 欸不是錯別字你 這個題目不會有點奇怪嗎 剛剛祝大家平安喜樂 我現在要教大家怎麼撞鬼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說喔 我們提供一個反向的方式喔 讓觀眾不要去這樣子做的意思啦 不是要他們真的這樣子做喔 這個要求我還真是從來沒聽過 OK啊 Anyway 反正呢今天我們就是要教各位觀眾朋友 如何在七月的時候撞鬼就對了 農曆七月的時候最重要的活動之一啊 不外乎就是普渡啦 普渡分成兩種 一種呢就是在公廟或是這種社區 所舉辦的大型的公眾的普渡 那另外一種呢就是在自己的家宅裡面 自己祭拜 那由於現在是疫情期間的關係 為了避免群聚啊 許多的這個宗教的環境 跟這個活動呢都受到了限制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 做這種大型的普渡 於是呢就只好在家裡拜啦 那如果你想要撞鬼的話 在家裡拜拜普渡的時候 你就把這個放祭品的貢桌啊 放到家宅裡面 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們一般 在做這種普渡拜門口的時候 桌子必須擺在室外的空間 也就是大門以外的地方 那如果你把桌子擺在門內 包含進入大門之後的前陽台 後陽台都算是我們的家宅空間喔 如果我們把桌子擺在外面 代表我們是宴請 這個路過的烏魂野鬼好兄弟 可是如果你把它放在家裡面的話呢 那就是請好兄弟到你家裡面來坐坐啦 來用餐啦 因為我們這個房子的大門分了內外 那不管在有形或無形呢 它就是類似一種結界空間的概念 在大門以內算是我們的私人領域 在大門以外呢 就不屬於我們家的範圍啦 所以如果你想要撞鬼的話 記得農曆七月普渡的時候 把桌子擺在門內 也就是室內的空間喔 不過啊奉勸各位 為了在這個農曆七月 可以真的過得平安喜樂 你普渡拜拜的時候 記得要把桌子擺到門外 才不會贏鬼入宅喔 所以說有些人會覺得 那天可能下雨不方便 那我就把這些桌子搬到家裡面來拜 在過了這個門的這個界線啊 有時候就是把好兄弟請到家裡面來 他有沒有走 你怎麼會知道呢 好啦我是錯別子 我是賴正凱 提供第二個方式告訴您 希望你鬼月過得平安 我們下次見 拜拜